在上一讲里我们曾经提到过狐狸改人 狐狸改一词是在蒙古语里是指盗贼或者强盗 狐狸改人一直存在 在史书上他们的劣迹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汉时期或者更久远 成吉思汉本人对狐狸改人深恶痛绝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曾经立志要扫清世间的狐狸改 在他16岁的时候 父亲以苏凯巴特留给他的八匹黄标马就曾经被狐狸改人偷走过 他尾随狐狸改人的足迹追了三天三夜 在人困马拔之际遇见了13岁的波尔树 波尔树不但告诉了他狐狸改人和八匹黄标马的去向 而且还仗义相助 为他提供了骑马和食物 不仅如此 波尔树还帮助铁风针一起去追讨狐狸改 他们俩又追赶了三天三夜 来到了一处狐狸改人的营地 看见八匹黄标马正在寨子旁边吃草 这些马被赶了六天六夜 估计也是饿坏了 只顾吃草 而狐狸改人也放松了警惕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有人追来 所以铁风针轻而易举的就把自己的八匹黄标马给赶走了 当那些狐狸改人得知偷赖的马又被夺回去了 马上上马追赶铁木针和波尔树 结果铁木针张工搭建 射中了其中的一个穿红仪七百马的狐狸改 其他狐狸改人见状 望而却步 不敢进前 一是因为天色江湾 二是因为对手太强硬 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来形容 铁木针成吉斯汉对待狐狸改人的态度 就是这么豪横 也就是从那时起波尔树和铁木针结为了安的 二人成了彼此一生的振友 这段历史能让我们见识到铁木针成吉斯汉的人格魅力和波尔树一波云天的品行 圣祖成吉斯汉一生饥饿如仇 曾经因为萨查别奇的手下偷了起岩部的马龙头 而与同宗的吉斯汉部落在会盟的宴会上大打出手 当时萨查别奇就是吉斯汉部落的酋长 与扎木和反木成轴的起因也是 扎木和的弟弟待下去起岩部到马时 被成吉斯汉的木马人吉斯塔玛拉射杀 扎木和想要给弟弟报仇 处死吉斯塔玛拉 而成吉斯汉拒绝交人 于是扎木和就发动了十三亿之战 是什么原因致使成吉斯汉为了保护一个吉斯塔玛拉 不惜一根扎木和翻脸的呢 答案是肯定的 成吉斯汉必须维护他的权威 那个意思是 虽然你我是安党 但我的人只有我有资格管教 轮不到你扎木和指手挂脚 这也是强势男人之间 常见的冲突 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打狗得看赌人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成吉斯汉正在推行大扎萨克 大扎萨克是一部集军纪和民法于一体的草原法典 也有人管他叫成吉斯汉法典 在这部法典里明确规定 盗马者是死罪 成吉斯汉是严格按照大扎萨克规定 认定 吉斯汉大扎萨克大无罪的 认为错在呆势盗马 而呆势的死完全是咎由自取 这下惹脑了扎木和 扎木和认为成吉斯汉不懂人情事故 故意的跟他过不去 还安淡呢 你总得给我点面子吧 好 你既然不给我面子 那我就打你 于是就发运攻打前部 发动了十三亿之战 至此 成吉斯汉和扎木和彻底的分道扬镳 通过这段历史 我们可以看清成吉斯汉与扎木和之间 治国理念上的不同 扎木和是按照个人喜好治国很任性 而成吉斯汉是一直致力于理性治国 他认真编转大扎萨克法典 而且严格执行所规定的内容 所以在成吉斯汉时期 别说盗马了 就连打马头都有可能被判为死罪 有人会说盗马被判死罪 还可以理解 但是打马头也要被判死罪 是不是有点过了 但是在当时 打马头被判死罪 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蒙古骑兵的进攻手段 主要是骑射 如果你打过战马的头 那么肯定会被他留下心理阴影 而且下次只要你一挥手 条件反射他就会躲一下 在平常还好 如果是在战场上 正当你张弓搭剑 准处准备射敌人的时候 手臂的幅度他肯定小不了 这时 胯下的战马 冷不防给你躲一下 那么 射出去的这支剑 百分之百的会跑拼 所以打马头被判死罪 是合情合理的 成吉斯汗在统一蒙古前后 曾经命令大断士官 事迹糊涂糊 清剿境内的狐狸改 清剿的结果就是 在蒙古的土地上 人民夜不庇护 路无时宜 大扎萨克里对 狐狸改行为的量行标准 很详细 但大多数情况都是死罪 对那些客户上死罪的狐狸改 也要处以边形 根据所获脏物的数目 量行标准如下 七边 十七边 二十七边 三十七边 四十七边 依此类推 可以到一百零七边 二百零七边 但是 如果 缴纳 所获赃位九倍的赔偿金 这些 处罚也都可以免除 大扎萨克民法部份规定 对 谋杀 抢劫 盗窃 强奸 通奸 同性恋 诬告 诈骗 拐骗 窝藏等 都会被定为死罪 这些法条看起来简单粗暴 但行之有效 推行起来也确实立竿见影 有人会怀疑这么苛刻的法律 是否真的得人心 的确 在成吉思汗的大扎萨克推行之初 起岩部的贵族们都跟着扎木河跑了 贵族们虽然跑了 但更多的平民和自由人投奔到成吉思汗会下 因为草原上的人们早已厌倦了招不保息的日子都希望生命财产能够得到大扎萨克的保护 大扎萨克的内容还包括对围猎猎物的和战利品的平均分配尤其强调了对孤寡和平民的抚恤和救济 当时有个有趣的规定 假如你在路上碰着一个饿着肚子的人 而且你不打算帮助他 那么你就必须下马 牵着马从这个人的身后绕过 因为不允许你耀武扬椎的从一个作者面前走过 总之 大扎萨克涉及了当时蒙古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假期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收集婚制也被明确的写进了大扎萨克 收集婚制保证了各个家族姓氏的传承和家族财产的完整 成吉思汗统治下的大蒙古帝国 没有乞丐 没有盗贼 国泰民安 兵强马壮 这一切都归功于大扎萨克成吉思汗法典的推行 这次给大家分享的是大扎萨克里民法的部分 下次有机会给大家分享军纪的部分 圣祖成吉思汗时期采用的政治底子是元老院制 也就是贵族民族制 但是个人认为任何时期的民主都是在贵族之间产生的 因为平民更关心的是眼前利益 蒙古帝国时期重大决议都得通过库里乐台协商 翻译中中文就是议会 新韩继位也必须通过库里乐台推举 即便前任大韩留有一言 那也必须通过库里乐台再次选举 成吉思汗去世后 这种库里乐台制度一直延续到胡碧烈时期 但胡碧烈是通过非常手段夺取的捍卫 所以他自知理亏 入主中原做了皇帝 建立了元朝 改正体为中原的封建世袭制 在同一时期 树翅系 查克台系和沃克台系 等王公贵族们 在达拉斯草原召开库里乐台 推选出了沃克台的后代 海都为大韩 也就是从这时起 蒙古帝国开始四分五裂 胡碧烈虽然毁掉了大扎萨克制度 但是他也沿用了里面的一些内容 他入主中原后 一直保存着剿匪的传统 当时一战与一战之间设有巡逻队 一战沿途只要有人举报有狐狸改 巡逻队会马上组织剿匪 因为有了这样的安保体系 所以元朝的皇帝们也自信满满的向商人们承诺 在帝国境内如意道抢 政府会三倍赔偿 这应该是最早的保险理赔 随着蒙元帝国的扩张 胡理改议词和保险制度也普及到了世界各地 而一些被招案的胡理改人 跟随蒙古大军南下留居于汉地 后来随着元人的汉化 这些人也改汉姓为寇 这些人也不停不停地捞到 人的汉水